Hello,大家好,我是Alex 这一次我很荣幸地得到康乔领口校区的邀请 为家长们做这一次的留学大讲堂 很多家长不认识我,所以开头我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然后五年级之后移民到美国 在那边读完功力的国中跟高中之后 我很幸运地被哈佛大学录取 之后我在哈佛大学继续读那边的教育研究所 在大四的时候创办了Ivy Way 然后之前曾经是College Board的SAT作文P改观 在过去的几年我帮哈佛大学做入学面试 也就是我会面试申请哈佛大学的学生 帮学校做个把关 然后在面试之后给学校的admission office 提供一个面试报告跟学校讲 这个学生适不适合读哈佛大学 那我在过去十几年辅导学生的经验当中 我的学生所申请上的学校包含哈佛,MIT,Brown,Cornell,Columbia,Duke,UC的所有学校 John Hopkins, Carnegie Mellon,纽约大学,Wellsley College,USC 还有其他英国跟加拿大的名校 哈佛大学今年的interviewer meeting会是在接下来的这个周末 所以在这个周末之后参加完这个面试的meeting之后 我会再跟大家分享今年哈佛大学的录取跟面试的过程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其实在录取跟面试的这些标准上面 我预计今年不会有太大的不一样 所以今天先跟大家分享过去这几年的趋势 然后之后大家如果有机会继续follow我们的话 我会在这个美国留学情报站的这个脸书社群里面 再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细节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扫描荧幕上的这个QR Code 能够加入我们这个群组 所以今年大学到底真的要什么呢 大学到底真的要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其实可以从名校的官网上面的介绍去看到一些端倪 我们先来看Stanford的网站 在Stanford网站上面它写 Our selection process 这边的第一个大的标题就是Holistic Emissions 那如果家长们有follow之前的留学大讲堂 可能有听过这个词Holistic Emissions 但是在Stanford的网站上面 Our selection process 我们选学生的过程的第一个大标题就是Holistic Emissions OK 然后在Harvard College 在哈佛大学的这边 Our process 这边它有写 Our admissions process enables us to give deliberate and meticulous consideration of each applicant as a whole person 那是As a whole person 就是以人的标准去小心的评估每一个学生 那在Berkeley的网站上呢 Berkeley的selection process这边写 Selection is based on holistic review 所以这个Holistic Review 这个Holistic这个词又再次出现 然后最后我们看MIT的这个网站 MIT Our selection process 这边也是 Consider your application in a holistic manner OK所以你会看到这些名校的网站上面 他们的介绍 并不是说什么SAT GPA 然后什么课外活动 不是照这个大家 可能很本来认为的这个公式 而是依照这个Holistic这个词 去了解学生的情况 回到Stanford这个网站上面 Our selection process 它下面这边有写context 那context是时空背景上下文的意思 OK 所以大学真的要什么呢 我们就要了解什么叫做Holistic Emissions 以及它背后的意义 Holistic Emissions就是全盘考量 OK 那全盘考量要考量它的context 就是它的时空背景 上下文或者是情况 那每个学生的情况都会不同 所以学校在评估学生的方式 是这样子的 那当然每一所学校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不一样 OK 但是整体来说 学校是有这些Emission Officers 这些人在评估学生 他们并不是套一个共识 并不是学生把申请表 把一些分数什么数据 打到一个表里面 然后Submit给大学 然后大学就透过一个 一个可能秘密的一个公式 去转换出 看这个学生能不能被录取 这些名校呢 他们学校里面都会有Emission Officers 大概的方向就是 会把这些Emission Officers 两个两个分成一组 然后人工的看学生的申请表 用这个Holistic Emissions的这个标准 去给学生 Yes No Maybe 这三个其中一个答案 然后另外会给学生三个分数 OK 然后有一些学校 像是哈佛大学 然后U-Pen Columbia等等这些学校 有一些大学会提供学生面试 那如果面试这个关卡的话 那在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会给Emission Office 一个面试报告 同时我们面试官 还会再给学生 这三个分数 所以在第一关这边 如果两个Emission Officers 都是给学生 Yes跟Yes 那这个学生应就是上 如果是两个No 或者是No跟Maybe 那这个学生可能就是直接被刷掉 OK 那如果是一个Yes 一个No 或者是一个Yes 一个Maybe 这种情况的话 OK 那这个学生就会进入到第二轮 也就是到最后这一轮 就是学校会有N个Emission Officers 会讨论这个学生 然后举手表决 依照这个学生的这三个分数 以及学生的一些Context 一些故事 那这三个分数 我之后会讲 什么是这三个分数 然后在哈佛大学里面 这个N等于33 所以哈佛大学里面 有33位Emission Officers 会讨论每一位学生 每一位进入这个 最后环节的这些学生 然后讨论完这个学生之后 以他的分数 跟这个学生的情况 给学生一个举手表决 然后少数服从多数 所以在这个步骤 其实大家就会注意到 在申请学校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因为不是一个公式 而是一个主观的 Emission Officers 举手表决 要不要录取这个学生 所以在申请的过程当中 这个Luck 这个运气 它其实占的成分 是比大家想象的 还多很多的 不过今天因为 碍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会讲太多 这个Luck的部分 那之后我再做 另外一个影片解释 申请大学当中 有哪些地方是 需要靠运气的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 不靠运气的部分 有哪些哪些东西 学校看什么呢 大家传统的认为 说学校看的就是 有GPA 然后SAT 或是ACT 然后有托福 或是雅思 然后最近有一个新的考试 叫Dualingo 然后有AP或是IB 然后有课外活动 然后得奖 推荐新大学作文 可能很多人认为 学校看的就只有这些东西 但是学校看的 其实不止这些东西 有些比较 可能对申请学校的过程 比较了解 可能会说 不止这些 还有竞赛 义工 体育活动 熟悉课程 实习 然后有很多学生要写 有看蛮多哦 有几个机构 尤其在台湾的 他们会推广说 我们很厉害 我们会training学生 在高中的时候 就能够写出 大学的研究论文什么的 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课程 然后另外会有一些 大学的课程 可以到大学去上课 然后还有面试的这个关卡 这样 但其实大学看的 不是只有这些很皮毛的东西 为了要能够做到 Holistic Admission 就是全盘的考量学生 学校会看的 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包含学生的性别 他的种族 他是比如说 亚裔或是非洲裔 他居住的环境或区域 包含 他住的环境是在一个 First World Country 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 然后他住的环境是 富人区 还是平民区等等 他是不是移民 或者是非法的移民到美国的 他有几位兄弟姐妹 他们兄弟姐妹 学历是多少 在哪边 学校读书 或者是几岁 然后这个小孩 有些可能在美国 小孩会比较早结婚 或者是有小孩的 然后学生的性向 他是一性恋 同性恋 宗教性恋 有没有改过名 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学校全部都要了解 这些全部加起来 我这边写共200多项评估因素 但他其实这个是 有好几百项 甚至你要说有上千个 不同的评估因素 其实都是正确的 OK 那这些不同的评估因素当中 学校的录取标准 就是我刚讲的那三个分数 OK 所以那三个分数当中 第一个分数 也就是我们面试学生之后 给学校 学生的分数当中 第一个分数 就是学生的个性 他的个人特质 英文就叫做personality 然后在这个分数上面 会给学生一个 1到5的分数 1代表是最好的 然后5是最低的 然后当中有加跟减 OK 所以但简化来讲 就是1到5 什么叫个性 什么叫特质 什么叫personality呢 就是任何你可以用来去形容 一个人的形容词 他都是personality 所以他包含一个人的成熟度 他的领导力 他的执行 他的幽默感 同情心等等 他是不是一个好的室友 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的报告 要给学生 学校的报告当中会讲到 所以有一个问题 就是问我们 我们觉得跟这个学生相处的 这短短的面试过程当中 我觉得他是不是一个好室友 就他在学校的时候 可能我会不会想要 很希望他是我的室友 这样子 所以这是第一个分数 是personality 三个分数当中的第二个 是他的community 就是他的社区 他的贡献 那比较厉害的学生 可能会有一些国家级的 或是可能全球级的奖项 他能够做出贡献 但是正常学生 没有这么厉害的 也没关系 他们看 在他们比较小的环境里面 能不能做出自己以外 做出一些贡献 包含学校 包含自己的家里 包含朋友之间等等 然后另外 后面这两个问题 其实是我觉得 大部分的亚洲学生 在申请美国的学校当中 尤其名校当中 非常不利的 就是学校要 面试官去给学校一个评估 我们觉得 学生在高中做的这些东西 他是不是真心的去做这些东西 还是是为了履历表 然后 同时我们跟学生聊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去猜测 学生做什么事情 会让他最开心 所以考量到这两个点 想想看 如果学生的申请的 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从在国小 国中高中 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学生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 为了进大学而做 或者甚至是 爸爸妈妈 要求小孩去做这些东西 那这一题的答案 学生是不是真心做事呢 答案就是 那我他不是真心做事 还是为了履历表 应该是为了履历表吧 如果学生 做了很多 尤其是 大家都在做的事情的话 那应该他就是做了 这些事情为了履历表 然后 学生做哪些事情 可以让他开心 这个也是我们面试学生 跟学校的 emission officer 我们会的一些 专业的技术 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 或是透过 学生的申请表当中 可以去了解 这些问题的答案 那第三个 排在第三个 排在最后一个 才是学生的 academics 他的学业能力 那比较厉害的学生 他会有一些 国家级的奖项 像是代表台湾 出去奥林比亚竞赛等等 OK 那 也没有到一定要到 那么的厉害 能够代表国家出去比赛 毕竟我当时在高中 我也没有代表 美国去国外比赛 我没有参加过美国 州以外的一些 一些大型的竞赛 所以并不是学 能一定要国家级的奖项 的那个能力 才能够做到 才能够竞名校 那除了那个以外 学生的 在做的 在学校上的一些课 或是参与的一些竞赛等等 这些东西它是比较广呢 就是什么东西都涉猎呢 还是它专进于在一个或两个领域里面 然后学生有没有特殊的学习情况 这个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 遇到一些状况 比如说像过去这几年的 这个疫情的影响 有没有因为疫情的影响 而影响到它的学业呢 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要把 发生什么事情 它怎么去 克服这个过程 它遇到的这个 这个 这个challenge是什么 这些我们都会纳入在 我们评估学生 是否能够进名校的考量里面 所以不是只是 看它的SAT分数多少 而是 要包含这些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这些我们都要把它放在考量之中 所以再回到申请表 学生在填申请表的时候 学校填这么这么这么多 不同的东西 让学校知道 比如说 父母的婚姻状态是 结婚还是离婚还是分居 然后 父母亲的学历 是不是校友 父亲母亲什么时候 毕业的 他们工作等等 这些东西 要知道这些全部的东西 才可以了解一个学生的 一个big picture 那了解这个big picture 了解它的是什么样的人的目的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要能够从这些不同的项目当中 去最后得到学生的个性 贡献跟学业 这三个分数 如果这样讲不是很清楚的话 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 我们假设 就是举一个例子 什么样叫做holistic mission 跟怎么用这个 这种整体考量的方式去评估 学生A跟学生B谁比较好 那比较传统的观念 可能就会觉得说 这边看到两个学生 学生A跟学生B 那学生A他的GP 他的在校成绩是3.8 学生B的在校成绩是3.5 那很多人会认为说 那就代表学生A比较厉害啊 因为你看他的分数3.8 大于3.5 但是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那你就没有把这个holistic mission 这个context去纳入考量 学生A跟学生B的情况 所以我们这边假设 帮学生A跟B 做一点背景的故事 假设学生A 他的所读的学校 在校同学的平均的GPA 平均的成绩是3.95 然后他拿到3.8 另外学生B呢 在他的学校当中 校内同学的平均的GPA 成绩是3.2 而他拿到3.5 OK 当我们这个context 纳入考量之后 你可能就会发现 这个GPA的3.8跟3.5 你没有办法 拿他的那个face value 他的表面的那个数字 去判断谁比较厉害 因为我们如果把校内同学的平均 去纳入考量的话 那到这边 先到这边 你可能就会发现 好像学生B比较厉害 因为他这个分数虽然比较低 但是他是在平均值以上的 那学生A呢 他是在平均值以下 所以3.8 好像就没有那么厉害 那我们再继续考量其他的context 说不定学生A是 他的爸妈是大企业的经理 然后学生B 家境比较清寒 或是比较没有那么的成功 所以他爸妈是打零功的 然后学生A 他平常在课外没有很忙的一些课后的课程 而学生B 因为父母打零功 家庭的那个经济状况比较不好 所以他每周需要花20小时的时间 去打工 为了能够贴补家用 然后学生A 他平常在学校上的一些课程 都是选修一些比较简单的 而学生B呢 选修的 他会选修一些honors 比较难的一些课程 说不定学生B 没有能力去上到AP的课程 但是至少选honors 比一般的regular的课还难一点 纳入了学生A跟B的context之后 我们去考量他们两个的 个性贡献跟专业 跟学业 他们两个个性 从他们做这些东西当中 当然这个只有片面 实际会了解学生更全面的方向 但是就单纯这些片面的 对这两个学生的认知来讲 你可能会觉得学生A 他的个性 可能会比较懒散 比较有所好闲 比较没有那么积极 而学生B呢 就是那一个 你会觉得他比较积极 比较孝顺 比较成熟的一个学生 透过他在过程当中 需要帮父母打零工 然后能够在 感觉校外很忙的 这一个每周打工20小时 这个时间之内 他还要再另外选修 一些比较难的honors的课程 那你可能就会觉得 他在学习上面会比较积极 那这两个部分上面 可能看不出A的贡献有什么 所以说不定学生A在其他部分 有做一些贡献 比如说帮助朋友做一些事情 帮学校做什么事情 但是就目前的这些information来讲 我们还没有看到 并不是说他是完全是零分 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 而学生B在这四个项目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家庭的贡献 因为每周要花20小时贴补家用 这个并不是一个 很轻的一个负担 所以学生除了平时的学业 然后可能课外有些活动等等 他还要另外再抽出20小时的时间去贴补家用 这个是对他来讲 他这个环境来讲是要花出蛮多的一个心思跟时间的 所以在这个方面绝对会有贡献的分数 因为他花这些精力去照顾家里 那学业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感觉到学生A呢 他在这个生长环境下 父母是大切的经理 然后他有可能读的学校也比较好 所以感觉他人生蛮顺的 但是他在学业的表现上面是在平均值以下 而学生B他的生活环境感觉比较逆境 他需要提早的去做一些大人在做的事情 像是打工啊赚钱 但是他的成绩还是可以保持在平均值以上 所以当你把学生A跟B的这些context纳入考量之后 应该很明显的学生必适应了 我们刚刚讲到学校评估学生的方式是评估人 所以这边我有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比较图 是比较大学在评估学生入学的时候的 不同的比重的一个比较图 那在台湾中国日本这些比较亚洲的国家呢 百分之百就是考试 所以在这个台湾的学测或者中国的高考 这些考试当中你能够拿到多少分 我们是讲比较传统的一个台湾的升学的制度 学测能够拿到多少分就代表你能不能上好的大学 这个是比较传统的百分之百考试的方式 那我们今天讲这个是美国 这个没有不包含加拿大英国澳洲 美国就是百分之百人 所以美国在评估的不是看学生的考试考几分 不是看GPA几分 而是评估这个人 所以这个人他有可能是学业很好的 有可能是个性很好的等等 不管怎么样 就是他是一个人的单位去评估他 那其他英文系国家 像是加拿大英国澳洲这些国家 那就是在这两个极端当中的中间 但是偏比较偏台湾中国日本这边 所以学生的成绩考试的成绩如果很高的话 如果他是一个学霸型的学生的话 那他申请加拿大英国澳洲的学校的录取结果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变数 因为成绩就是一个套一个公司进去 如果成绩好那八成就是上好学校 但是在美国不一样 美国比较像是学生可以拿出他比较擅长的方式去表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优秀的人 所以一个成绩好的人他可以展现出他的学霸型 他是用他的学术型的方式去展现给学校 证明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学生 但是如果他不是一个擅长读书的 但是他是一个擅长比如说筹划活动的 或是擅长打球的等等 不同东西他只要能够用他的方式去证明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的话 那他就还是一个会被美国名校大学录取的一个学生 如果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呢 就是我们刚讲的那三个重点 个性贡献跟学业 所以一个学生有好的个性 就任何你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 他是正面的个性 他都是一个加分的项目 在贡献部分 一个学生能够真诚的真心的去做任何事情 能够为他人付出 然后这些东西是前提是他是真的 学生真的有兴趣去做的 而不是爸妈叫他去做的一件事情的话 那他就有贡献 学业的话 如果一个学生有扎实的学术成绩 他的学习能力 他的学习能力很强 那学生在学业部分也是展现出他是一个优秀的人 我们这边考量一下比较传统的一个学生的一个profile 一个申请的申请表里面的一些资料 如果一个小孩在申请学校的时候 他的GPA是3.6到3.8之间 然后他在学校上了5个左右的AP课程 然后SAT考到1450或者是ACT30左右的分数 然后课外做义工 有体育有乐器有做实验 然后暑假去参加一个Summer School 我形容这样的一个学生 你去回想你的身边的一些朋友 可能是小孩的学长姐 或是哥哥姐姐们 有没有我形容的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轮廓的学生 答案可能是有的 你可能会认识不止一个 甚至你认识的高中生当中 8成都是长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或者是如果您的小孩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就是一个警讯了 因为这个跟在玩一个美国的一个图书的游戏 叫做Where's Waldo 有点像 Where's Waldo就是一个给学龄前的小朋友 看的一个图画书吧 没有故事的就是图画书 然后这个书的重点就是它这个算是游戏书 那在这个书的游戏规则就是 看小朋友在多短的时间之内 能够在这个人山人海当中找到Waldo 它就是Waldo 所以如果你找到就有一个这样 但是这个游戏它有难度 因为这边里面每一个人都长得非常的接近 所以你要在这一群人当中去找到Waldo 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那你想象 如果你是大学的Emission Officers 然后你有这些学生 每一个都是这些数据当中 可能稍微的加一减一 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方向 所以说不定第一个学生 他的GPS是3.6 然后他有5个AP 另外一个是3.63 然后他有4个AP 然后下一个SAT分数多个20分 然后下一个 A学生他的E工是去柬埔寨盖房子 B学生是去泰国照顾大象 然后体育A学生是打篮球 B学生是打网球 如果每一个学生都长这么长一样的话 那你应该也会有困难挑出 你该录取谁吧 而且如果大学的录取率是10% 20%的话 那你就是10个学生当中 你只能挑一个 但是如果这10个学生 每一个都长这么一样的话 那就会非常难的 挑出谁好谁坏 挑出那一个你要录取谁 但是在过去 Ivy Way我们能够让学生上非常好的学校 包含过去这一年 有上加州理工 上Columbia 上Cornell 然后Berkeley UCLA等等 能够上这些名校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需要去了解 学生的背景 跟了解他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可是我这边举的例 这个Cherry 是我在去年的一个学生 他没有大家认为需要很高的SAT分数 很多人会觉得说 UC Berkeley UC的学校 那GPA SAT是最重要的 他没有考SAT 因为他有考 但是他的SAT分数不高 所以他就没有给大学 他的那个SAT的分数 他没有任何大家认为 学生需要去做的那些医工活动 他没有 他没有去大企业实习 他没有去跟一个大学的教授 或者是到大学去做研究 没有到什么中研院这些地方 去做任何的科学研究 虽然他想要走STEM 他想要成为一个Biologist 或者一个Doctor 他想要走那个Premate 生物方面的 但他没有做过任何大学研究 他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科学的竞赛 很多人认为要上名校 一定要去参加一些科学竞赛 比如说什么Science Olympia之类的 他也不会任何的乐器 他也没有参加Model UM 或者是Debate 他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要到美国 去花那种很多钱的那种 大学的Pre-Summer Program 但他做的事情是他 就是在透过我们辅导过程当中 我跟他讨论 然后以及建议他 以及带他去实践的事情 包含教他去上两堂大学入门的 线上生物课 这些是免费的 在他生12年级的暑假 有一堂大学的生物课 是他很想上的 但是那堂生物课 正常来讲 只有开放给那一堂大学的学生 所以我就会辅导他 跟他讲要如何去跟教授沟通 如何写信 然后那个信当中的一些重点是什么 如何去争取到 能够让他去报名这堂课 所以最后教授也同意让他上课 然后他在这堂课当中也拿到了A 然后利用那个暑假剩余的时间呢 他跟他的一些比较好的姐妹们 组了一个宣导卫生的社团 因为那时候是COVID-19的过程 所以他们就组了一个这个社团 然后他们制作影片 然后还做一个校季之间的一个联谊 我记得那个是一个 十二小时的一个活动 是他们学校 然后还有一些在欧洲 在美国的一些学校 做一种 就是有点像全世界的一个 卫生宣导的一个活动 这样子 然后他们还自己架设了一个 Instagram的账号 然后这个活动当天就有 一百多位来自十个不同的国家的学生参与 那这个学生后来 Sherry后来上了是UC Berkley 另外一个学生 Stuart也是在同一年的学生 他也没有传统 大家认为需要做的 义工活动 歇时期大学 你就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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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他都没有做 因为这些东西不符合 Stuart的一个个性 或者他的背景 或者是他就不是 不像是Stuart会去做的一些事情 那Stuart会去做什么呢 所以他很喜欢 Computer Science 他喜欢Engineering 他喜欢做东西 他喜欢把东西从没有做到变成有 所以他帮学校做了一个air hockey 一个桌上曲棍球的一个游戏机 他自己做一个 这是算他的hobby 他跟他朋友做一个午餐的菜单 这个菜单他自己做的 做了之后可以分享给他的朋友 让大家看 当天他们中午要吃什么 然后那天中午要吃学校的 还是要叫外卖 然后还有做一些其他的一些app 然后他花很多时间 跟他的排球球队的队友玩 因为他觉得 跟排球球队的队友 花时间hang out together 这件事情对他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他做了这件事 那在升12年级的暑假 大家认为最重要的暑假 很多人会送小孩到国外 去参加pre-summit program 或者是要到大学做研究 到什么Microsoft Facebook 到大企业去做实习 但那些都不太符合 Stuart当时的程度 跟条件 跟兴趣 跟方向 所以我们就要讨论 他该做哪些东西 最后 我们讨论的结果是 他应该做一个东西 他能够去帮助他自己在练排球的时候 能够练得更好的一个软件 所以他为了要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他去自学CS很难很难的课 那个应该是三大师或研究所的课吧 然后去学里面的AI跟影像辨识 然后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然后在他12年级的时候 他还自己组了一个团队 帮学校做一个学校的一个 International Day的活动的APP 帮学校开发这个APP 然后做一个校内的电子支付系统 能够减少纸张的使用 变得比较环保 但同时因为不用纸去付钱 而是用手机去扫码去支付 比较方便 所以因为这个便利性 导致当天的活动的营业额 的消费额增加40% 所以Stuart展现出他的优秀的那一面 最后上了Duke 那我呢 我当时在高中 我不是全校前五名 我的SAT分数没有到1500以上 我没有在海外做任何的义工 我没有在大学做过研究 我没有辩论Model UN 没有教授的推荐性 没有企业实习 没有大学的Personal Program 没有个人City以上的奖项 团队里面有一些代表纽约市去比赛的 但是我们没有得奖 所以没有团队那种周级别的奖项 我没有 没有乐器检定 AP我只有考五科 然后当时申请大学的时候 我就只有Calculus 一科是五分 其他另外一科 Chemistry是一分 我没有创什么社团 没有有钱的爸妈 没有任何关系或后门 甚至我没有请校外的付费顾问 但是我以我的条件 我的个人 优秀的那一面展现给学校 让学校觉得我是一个优秀的人 所以最后哈佛大学 Columbia NYU等等这些学校 就愿意录取我 在申请学校这个过程 它是一个process 然后它是一个two-step process 它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在11年级 或是升12年级之前 得一些钳制的一些能力的提升 所以这个能力应该是要发解 我们刚刚讲那三个 personality community 跟academic 这三个部分 去了解学生针对这三个部分当中 他擅长哪一些东西 不擅长哪一些东西 那重点是 要能够把这三个分数最大化 他的总分最大化 所以并不是说 每个学生一定要学业先优先 或者是他一定要 个性要怎么样 要依照每个学生的情况去评估 可能有的学生适合是学业优先 有的适合三个 就是平均的去增加分数 有的适合花更多时间 校外做一些有的没的社团等等 但是每一个人该制定的 一个升学的规划 绝对是不一样的 因为每个人就是不一样 然后透过平凡的一些碰面 让他能够做出一些 独一无二的事情 但是这个是 重点是属于他的事情 能够让他做出属于他的 他喜欢的事情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发掘他的兴趣 这个是在十一年级之前 需要去做的 而且这件事情 甚至是没有一个 什么要等到十年 就等到九年级 等到几年级开始去做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 一个人生的一个赛跑 所以一个学生在三年级 学如何跳芭蕾 跟在九年级才开始学跳芭蕾 跟在十二年级 学如何跳芭蕾 这个学习的时间的 长度的不同 会导致他到时候 申请大学的时候 到高中的时候 他的在芭蕾舞上面的技能 的能力的不同 然后能力比较好的 那一位三年级开始的学生 他芭蕾舞跳得很好 他就能够在芭蕾舞上面 能够去做更多的事情 不管是他的贡献也好 或者是表演也好 等等 他就能够做更多 所以这个升学的复杂 他其实没有一个 什么时候该开始 应该就是现在就该开始 或者是现在不开始 就太晚了 的一个概念 那当学生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 到十二年级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 依照过去N年 这几年所培养出来的 个性社区学业 这三个类的总分 去呈现他最好的一面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有点像是 在十一年级前 你要累积一些 履历表上面的东西 然后到十二年级的时候 你要把履历表去写出来 用比较好的那个方式 把它写出来 呈现出来给大学 让学校喜欢你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这个counselor 能够去了解这个学生 过去做的这些东西的话 那counselor跟学生 你会比较了解 学生比较合适 申请哪些学校 然后再透过 每周固定的碰面 让学生能够申请到名校 在这边有一个 关键的一个 可能字面上 不会觉得有那么大的差异 但它其实一个 蛮大的差异 就是申请到名校 跟让学生有名校的能力 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只是申请到学校的话 它可能是一个 让表面看起来 很光鲜亮丽 但它里面其实是 全部是空的 一个空壳 去让它能够申请到学校 那从名校角度 从面试官 从mission officer 的角度 学校不想要一个空壳子 学校想要是一个 一个很稳扎稳打的 一个真实的 一个很踏实的一个学生 然后这是一个 外面很漂亮的 很华丽的一个 礼物的那个包装紙 打开之后 里面还是一个 很精美的礼物 这个是学校想要看到的 所以这个申请的这个步骤 不应该是去把这个旅表把它做出来 而是把学生最优秀的那一面 呈现出来给学校看到 让他看到学生真的是这么的优秀 所以这边也点到一些比较传统的升学机构 跟好的升学机构的一些差别 跟家长们在 不管是在校外找一些升学机构 或者是自己辅导学生 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 可以考量的一些点 就是在申请学校的过程当中 辅导学生的方式 不应该是以第三者 一个校外的角度去辅导学生 而是应该是要有一个 非常了解学校内部 官方的一些机制 一些标准 然后从这个标准去辅导学生 达到那个高的标准 应该是要这样子去辅导 才能够比较精准的辅导出一个好的学生 那传统的观念 就是我认为说 SAT GPA绝对是优先的 但是从学校 我们这一端 学校这一端 跟家长虎口婆心的讲 学校在意的真的不是只有学业 甚至学生可以完全没有学业 但是它是透过学生的context 或者它的时空背景 展现出它的兴趣 它的特质 跟我们刚刚讲那三个分数 那个personality academic community 这三个分数 展现出学生它的那个能力 它的特色跟轮廓 这个是最重要的 让学校看到它 比如说看到我们刚刚讲那个stuart 他是做CS 然后做AI的 做排球 然后排球很多朋友 那一个就是stuart 那个不会是Sherry 不会是Jonathan 不会是其他人 那个就是stuart 让学校看到stuart 觉得说 哇stuart你好优秀 然后能够展现出那样的一个优秀的那一面 这个应该是要 一个好的升学机构 或者是一个好的顾问 一个好的学生 该展现出来给学校看到的 好 那爱与今天的时间非常有限 那我们今天就不会再讲太多戏的这个正确的辅导学生的方向 今天讲的内容 如果教授想要更深的去了解的话 那今天的讲座有一个完整版的影片 是在我们这一个美国留学情报站的脸书社团里面的上面置顶的影片当中 有这个因应疫情的申请作战计划 有没有这个影片 大家可以去参考去了解 比较详细的学校的一些观点 跟学生申请学校该注意的事情 所以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找荧幕上面的这个QR Code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 在那个完整版的影片当中 我也还会在更细的跟家长讲 我们在面试学生之后 给学校的这个personal application report 这个学生我把它叫做升学的鉴检报告当中 学校的admission officer想要看到的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以外 还有哪些细节 我会在那个影片当中会再更细的去分享 就是让大家知道学校到底在意学生什么东西 以及什么东西学校其实是完全不在的 在那个影片当中会再更细的去讲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那大家可以去追踪我们的Facebook脸书社团 我们每天在上面会有非常多的升学相关的资讯 不管是新闻也好 或者是一些申请学校的petboard 什么东西我们都会放在上面 然后另外如果有一些问题想要询问我们的话 你们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的官方账号 LINE的官方账号ID是前面有小老鼠 后面记得IVYWAY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加入我们的讨论 然后了解更多留学相关的资讯 以及与其他家长交流的话 那可以再加入我们的留学群组 美国留学情报站的脸书社团 谢谢家长们今天的参与 希望今天讲的内容可以让家长觉得有学到一点新的东西 以及可能甚至对于美国大学在评估学生录取的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有一些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是正确的一些了解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真的非常欢迎你们能够跟我们联系 我们希望能够正确的辅导学生 在申请学校过程当中能够走得比较顺一点 透过我们的经验 不管是我们的留学的经验也好 或者是我们辅导学生的经验也好 能够更正确的让学生在这过程当中走得更顺遂 避免走歪路 以及避免可能花了很多钱 花了很多时间 最后没有办法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那个是不希望学生在申请学校过程当中会经历到的一个过程 希望我们之后还有机会 能够在其他场合 不管是线上或者是面对面的见面 我是Alex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